凌晨5点半,在贵州省贵阳市的东山农贸市场,菜场工作人员朱祁武早已在此等候,菜场内的猪肉摊有20余个,而朱祁武的工作是需要把宰杀完的猪肉从菜场口背运至猪肉摊位,时刻盯着菜场大门运送猪肉的车挨个开来,一身老猪出来背肉,正式开启了菜场里的忙碌时间。 一个背篓,一个护脚垫,加上一个小梯子,便是老猪背猪肉的全部装备,一条腿跪在护脚垫上,靠着旁人的帮忙,一头300多斤的猪装进老猪的背篓,如何能够顺利把种百斤的猪肉成功背送至摊位,老猪有它的秘诀。 今年是老猪背猪肉的第17年,刚开始在菜场一共有4个背肉汉,由于背的猪肉基本上都是上百斤,慢慢的其他三个人因为吃不消便转了行。提起这件事情,老猪觉得自己能够坚持下来,还是挺骄傲。 一早上不间断背20头猪,也没有那么容易。 在背肉的过程中,记者也注意到,老猪的腿还是发抖的厉害,可是他总能卯着一股劲坚持到最后。 其实,为了能够做好这份工作,老猪私底下还进行健身锻炼。 近日,老猪背肉的视频被市民拍摄放至社交媒体,受到许多网友的点赞。 由于平时很少玩手机,老猪还不知道自己走红网络。 他表示,自己所坚持下来工作的原因,其实多半是为了孩子。 当时看见的时候,内心比较震撼,平时我也知道我爸做的就是这份工作,就觉得特别心疼。 就是这个工作也很累,但是他依旧坚持下去,我觉得我爸就特别的有正能量吧。 采访中,老猪总是笑颜,自己现在的生活过得挺好,以后干不动了,就回老家享福。 学校上这班,你都请我来,像是当司机当个小康生,或者真是热的。 不愧你一辈子赶着工作,说不到他们都回家了,回家里可以搞的样子,自己招钱拿着回家一起缝制,把缝制器和过分别人终于一步抽薪了。 谢谢大家。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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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谢谢大家。